故事一开始 还要从这个拍视频的女人说起 她叫李若南 六年前犯过可怕的禁忌 从此诅咒缠身 父母出车祸去世 她不断接受着心理医生的治疗 还把刚出生的女儿也送进了福利院 一切还得从六年前说起 六年前 她和男友阿东 以及朋友阿元拍摄一档 叫做破鬼特工的节目 三人打算去到阿东他们的老家 计划进入祠堂后面的 恐怖地道 拍摄一期新节目 没想到一开始 邪门的事情就发生了 车轮胎卡住了一个佛像 若南因为怀孕 也不停孕吐 他们来到这个与世隔绝的小村落 村民信仰 一个叫做黑天佛母的神明 这里晚上正准备举行一场祭司活动 本来是不欢迎外人的 村里辈分最大的姑婆 看了若南的首相之后 却同意让她留下来 一路上 若南看到村民们为祭典做着准备 有人在菜地抓了满满一碗虫子 祭典开始之前 若南也拜了佛母 并且奉献了自己的真名 大姑婆剪下了鸡童小女孩的头发 佛母借着女孩的嘴 说出了自己的旨意 大姑婆告诉若南 佛母很喜欢她肚子里的孩子 等小孩出生 并且有了名字后 就要把孩子献给佛母 晚上 他们偷偷出来拍摄节目 村子里的人 还在全心全意地祭祀着佛母 这时女孩注意到他们 说要带他们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她带着若南进到神祠 然后就钻到了桌子底下 若南发现供桌上摆着奇怪的佛像 全都被朝着她 正看着一个奇怪的符号 而天花板上 正不停留下诡异的液体 女孩拿着一个饼干罐子出来了 里面全是铲除 女孩似乎把她当作宠物 她让若南用头发喂罐子里面的铲除 若南注意到女孩的耳朵 妹妹告诉她 佛母选中她 就拿走了她的肉去保护大家 此时突然传来一阵响动 佛像竟全部转了过来 女孩赶紧拉着她念诵咒语 他们擅闯神词的事情被发现了 三人被关了起来 阿东撬开了门锁 几人准备去往陈氏宗族那个恐怖的地道 路上 若南的孕兔现象越发严重 阿东告诉她 若是生了孩子 就叫她陈乐童 此时音乐响起 佛母的祭祀大会正式开始 几人来到了地道前 找到了全身写满皱纹 并且昏迷不醒的女孩 阿元不顾劝阻 打碎了地道的门 几人听到里面传来一阵嘶哑的咆哮 阿东害怕有小孩被关在里面 于是和阿元进到了这个绝对不能去的地方 地洞外 女孩突然发出痛苦的呻吟 若南的裤子流出鲜血 而阿元吓得一阵惨叫 从地道跑了出来 而她带进去的录像机掉在了地道外 最终 陈家人把阿东的尸体 从地道带了出来 面对无助的若南 女孩给她喝了一罐东西 止住了她的血 若南不听女孩的劝阻 拿走了录像机 并准备回到村子 寻找阿东和阿元 路上她听到阿元似乎和谁在对话 而那只被当作祭品的羊 也跑了出来 地上的盘子装着无数虫子 她吓得追着阿元的身影 来到了村子里 村子里的种种怪异现象 让若南害怕至极 在极度的恐慌下 她逃离了这里 就算这样 大黑佛母的诅咒 也没有放过她 她生下女儿后 就在精神病院接受着治疗 她告诉心理治疗师 这个神明 了解的越多 就会越不幸 六年后 她精神稳定下来 终于能把女儿躲躲 从福利院那里接了回来 她用摄像机记录下 和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 母女俩慢慢熟悉 她告诉女儿 她的名字叫做陈乐彤 她似乎完全忘记了 大姑婆说的话 等小孩出生 并且有了名字后 这个孩子 就会回归佛母 诡异的事情 接二连三地发生 录视频的时候 房间里的灯 莫名其妙地炸掉 冰箱里 牛奶被打开 门被莫名打开 有谁在不停地 开关走廊的灯 从电梯里 传来一阵女人的惨叫 若南检查朵朵的情况 突然发现 马桶莫名其妙 自己工作 一回头 朵朵也不见了 她四处寻找 朵朵的踪影 在阳台上看到了 她在喃喃自语 如梦游一样 叫着自己的名字 此时朵朵 如同中邪一般 不停尖叫 然而 这只是一切的开始 之后若南工作的地方 突然到处出现 奇怪的虫子 这些虫和六年前 献给佛母的一模一样 此时 幼儿园老师 打电话给她 朵朵和园里的 一个小男孩 发生了矛盾 她狠狠咬了她一口 朵朵告诉若南 因为男孩说 她是疯子 她才咬了她 若南回到家 发现清扫机器人 开始自己工作 这时女儿大喊她的名字 说 房间的天花板上 有坏坏 朵朵让若南赶走坏坏 若南只好伸手 去千天花板上 那个看不见的东西 然后把她带出 女儿的房间 可是女儿仍对着天花板 让那个看不见的东西下来 第二天 老师告诉她 朵朵 一直会盯着天花板 说 看到没有脸的坏坏 这让小朋友们 有点排斥她 为了女儿的心理健康 若南买玩具 给幼儿园的小朋友 让他们重新和朵朵做朋友 在家里收拾东西的时候 若南突然开始流鼻血 而在幼儿园 老师也拍到一段奇怪的画面 他看到一双长长的手伸向了朵朵 回家以后 朵朵把玩具都盖上了被子 说不想让他们看到坏坏 李若南只好安慰她 让她在心里想三个最喜欢的东西 大声念出来 就不会害怕了 于是她有了自己驱除坏坏的咒语 睡觉的时候 朵朵问若南 她是不是害怕怪物 才会丢掉她 若南回答她 朵朵过生日 朵朵带着她玩了一整天 下午 房产中介找到了她 原来若南准备把房子卖掉 离开这里 在外面独自等待的朵朵 突然和空气开始说话 天台的大门自己打开 朵朵慢慢走了上去 她拿到了一把刀 打开了仓库的房间 里面供奉着各路神像 不久后 她大声地念出了那句咒语 等若南赶到这里 她已经看到了之前 阿东他们的录像 在车上 朵朵突然发病 福利院的男老师告诉她 朵朵可能是脑部问题 引发的半身瘫痪 她把护工侠姐 给若南的护身符给了她 可是 若南直接把她扔了出去 侠姐自己也自身难保 她在大街上 把烧热的玻璃胚子 塞进了自己嘴里 从此之后 若南的压力更大了 她一边看心理医生 一边照顾半身瘫痪的朵朵 而因为她的看管不利 法院要把朵朵 从她身边带走 可若南打算把朵朵 从福利院偷偷接走 彻底解决这件事 不巧这件事 被男老师发现了 她被朵朵 和若南的母女情打动 最后决定 开车带他们离开 在路上 他们遭遇了鬼打墙 无论怎么开 都开不出这个弯道 此时车子突然熄火 窗外传来 嘻嘻嘻嘻的响声 然后车顶突然一声巨响 车里的电台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若南去看的 心理治疗诊所发生了爆炸 她的心理医生死于非命 车顶不停传来 喷喷的响声 若南赶紧念宋咒语 男老师虽然不明白 见状也念了起来 两个人请大师帮忙驱邪 大师告诉他们 他们冒着生命危险 帮助若南 若南必须保证遵守规定 七天七夜 不能给朵朵吃东西喝水 七天后再来这里 他们会帮朵朵开弹做法 之后 男老师带走了那台录像机 准备查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若南带着女儿 来到海边放风筝 她希望能给女儿 留下美好的回忆 几天后的晚上 朵朵发烧了 医生告诉她 要输液必须吃东西 于是若南自己买了点滴 给女儿打了退烧针 她实在不忍心女儿受苦 于是给她吃了 她最喜欢的凤梨罐头 另一边 男老师带走了录像机 试图修复里面的视频 他请教朋友 并且搜寻资料 他查得越深 了解得越多 身体出现的怪异症状也越多 他查清楚 陈家人用的那个手势 像是密宗里面的 八方天的手印 但是结尾那一步 确实相反的 如果八方天的手印 意思是提取福德 那么这个手印 是散播什么呢 几个宗教学的朋友告诉他 视频里出现的文字 很像是古印度的 婆罗米文字 为了寻求答案 他来到了西双版纳 找到一个大和尚 他把那群教徒的由来 以及咒语的意思 全部传给了若南 但是地道的视频 太过诡异 他不打算发给他 在最后 他说他很高兴 朵朵愿意 把他当作父亲看待 然后他念着自己的名字 将自己活生生撞死 若南的手机 还一直收到附件 正式修复好的地道内的视频 这时 他发现女儿的病症 变得更严重了 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想让女儿 把吃进去的罐头吐出来 可是他竟然吐出来 一条虫子 他赶紧带着女儿 去找大师 却发现其中一个已经去世 而剩下的阿婆 已经精神失常了 他正要带着女儿离开 却发现大门紧锁 阿婆也不见踪影 此时所有神像转过了身子 手里的灯光一阵闪烁 阿婆向着若南扑来 女儿也不见了 若南发现他 悬浮在了天花板附近 然后下一秒狠狠地掉在了地上 之后 他把女儿送进了医院 并拍摄了影片最开始的那段视频 他告诉自己的观众 陈氏宗祠供养的大妃佛母 是从东南亚一带传过来的 他是恶意之神 所以他的信徒为了获取祝福 会不停念诵这个咒语 而念的人越多 能集结的祝福也会越多 半夜 女儿突然苏醒 如同梦游一般 找到了之前陈氏宗祠的那个女孩 他昏迷不醒 医护人员告诉他 女儿昏迷之前 还不停地念着他和若南约好的咒语 为了拯救女儿 他割下了女孩的耳朵 并且公布了阿元在地道拍摄的视频 原来当初 阿元和阿东进入地道 他们坏了规矩 不仅撕下了佛像的符咒 并且破坏了封印 在进入地道深处的路上 他们看到不少镜子 他们搬开其中一面镜子 进到了里面的密室 发现了供桌上 献祭着人类的头发和牙齿 而地道深处 正是诡异的大黑佛母像 他的脸上被盖着奇怪的红布 上面还写着一行字 生死有名 阿东观察着佛母像 他被诅咒缠身 他开始吃起头发 此时地道传来奇怪的叫声 阿元想带着他离开 一群飞虫袭击了他们 镜子也纷纷倒塌 阿元正寻找着阿东的身影 发现他用头狂敲前面的石壁 他转过身 露出一张千疮百孔的脸来 录像到此结束 若南为了拯救朵朵 决定付出最后的努力 他把朵朵重新托付给福利院 然后回到了陈家村 他浑身画满符文 打碎镜子的封印 并放回了头发和牙齿 他把之前割掉的耳朵 放回了祭坛 并且开始念诵起了咒语 最后 他终于说出了实话 原来信仰大黑佛母的教徒们 为了利用佛母 会取走小孩身上的肉 作为祭品 最终 他们遭到佛母的反噬 无奈之下 他们只能把佛母封印起来 并发明了这个邪术 转移诅咒 而这句咒语真正的意思是 祸福相依 生死有命 即我愿意共享诅咒 献出姓名 而其实若南早在怀孕的时候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 他在网上不停地发视频 散播这个咒语 就是为了 让别人替他分担诅咒 现在 为了朵朵 他想重新封印佛母 并通过电子网络 把诅咒传递给看到 自己视频的每一个人 最终 若南自己被诅咒吞噬而亡 但朵朵活了下来 也许他能拥有美好的未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